我們現在會做一個實驗 是叫做怪波的 包裝袋裡面應該會有兩個紫樣 還有一顆波子 現在先將它們拿到裡面 紫樣就沿著黑色實線把它剪出來 兩個都是 剪出來就應該會拿到兩個這樣的紫樣 這個紫樣裡面會有兩個黑色格 而那兩個黑色格都需要剪出來 就像我現在這樣 把它摺起來 沿著虛線 然後就這樣把它剪出來就可以了 OK 好了 剪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這兩個紫樣把它摺起來 一樣沿著虛線把它摺起來 這兩個會是一個高台 我們會摺成兩個三角形柱體 三角形柱體 這裡會有一個黏貼位 就讓你去貼好這個高台 另外那個一樣 也是沿著虛線去摺 然後把它摺起來 然後把它摺成一個有兩個粒位的高台 現在有兩個高台 就需要準備一把筷子的一對筷子 我們就可以開始組裝這個 這個怪波 這個怪波 將有粒位的高台放在軟處 沒有粒位的高台放近自己 兩個高台之間 就距離大概15厘米 然後可以用膠紙 稍微固定它在桌子上 稍微固定它在桌子上 固定好之後 就可以將一對筷子 一邊就放在小高台的粒位 另外一邊就這樣放在大高台上 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怪波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怎樣玩呢 我們可以把一顆波子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拉動 那個筷子拉闊和拉窄 你可以留意 前面應該是較低的 那個波子的位置 所以它會停在前面的位置 而上面應該高台比較高 但是當你拉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那顆波子發生什麼情況 那顆波子發生什麼情況